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赛 当代青年要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5月31号星期二 今天是5月份的最后一天 明天就是中国的这个六一儿童节 据说这个中国的上海呢 是要在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呢 要正式开始解封 狗哥呢是今天在中国网络上是看到一个图片 是一位中国网民对上海封城这个事的很精准的点评 叫始于渔系终于儿系啊 始于渔系终于儿系 因为上海这个城市它全面进入封城 基本上是从4月1号开始了 4月1号大家都知道是这个渔人节啊 所以呢上海这场自古以来啊 史无前例的这种封城就是始于渔系啊 忠于儿系 那上海现在解封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儿系法 这个呢不光呢是他选择在六一儿童节这一天解封 还有非常荒唐和儿戏的事发生 这个呢狗哥呢待会再说 现在呢先说最重要的一些新闻是关于这个中国最高领袖习近平的啊 关于这个最高领袖的事呢狗哥肯定是要首先最重点跟大家这个分享的 影片开始了这个小视频大家呢都看到了这个呢是发生在最近的事儿 习近平他这个讲话呢是在这个月的10号啊 5月10号当时呢是他在这个帝都北京开大会 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 当时他就讲这个实现他的这个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赛 他就要求这个中国的青年们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呢要奋勇争先 结果呢大家呢都看到了就是有这个中国网民在微博上转发习近平的这句话啊 他呢还有评论说这个那你倒是交棒啊 这个意思呢大家肯定都是这个非常明白的啊 就是习近平他既然讲这个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赛 那既然是接力赛那习近平他自个儿呢就不应该拿着那根棍一直加速跑下去 按照接力赛的规则他是必须要把那个棍交给其他人 让其他人呢也有机会去跑一下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这位中国网民他不满意习近平在今年的要搞连任 要搞这个终身制 所以呢他是表达敦促习近平移交最高权力的这个想法 那中国的网友们肯定都知道就是在中国墙里边你讲这种话 这个呢肯定就是标准的这个冲塔行为 所以呢据说啊这位中国网友他的微博账号在发了这个内容以后呢 很快就被炸号了 但是呢这个炸号的遗迹还在啊 大家来看这个呢是央视新闻微博账号报道习近平那个讲话下边的一些转发的评论 现在呢还能看到有这个中国网民留言啊 那你倒是什么什么 还有这个中国网民留言说特地来看转发的 那像要求习近平交棒被炸号的那位中国网友 还有这些特地呢这个来看转发的这些个中国网友 狗哥认为呢他们都是很勇敢的 特别的是要求习近平交棒的那位 狗哥是希望这位网友他的人身安全啊是没事 狗哥呢是认为就是在中国战狼时代和文革2.0时代现在的这个阶段 那像这位中国网友他发这样的内容应该呢是不会有大事 现在呢应该呢是不会有大事 但是呢在以后如果这个战狼时代和文革2.0这种时代他继续深化下去 那在以后呢就不好说了啊在以后你发像这样的内容呢就很可能会惹上大事啊 所以呢今天在这呢狗哥呢也要给这个中国墙里边的网友们一个很认真的提醒 就是大家呢一定要密切关注墙里边这种局势的发展啊 最好呢大家呢是不要在不太清楚局势的情况下呢就贸然去冲塔 这个呢是最近中国墙里边针对最高领袖的这个中国网民的冲塔行为 坦白的讲呢如果狗哥自己这个肉身还是在这个中国墙里边 那像这样的内容狗哥自己应该是没有勇气在中国的网络上发的啊 所以呢这位中国网民啊他真的是很勇敢也很有智慧 另外这两天呢有很多清醒的这个中国网民呢还在针对中国最著名的战狼啊 也是狗哥最喜欢的这个赵立坚先生是冲塔 大家看这个呢是赵立坚在他的微博上在前两天发的一个内容啊 说这个一个枪支暴力新冠疫情蔓延的国家 下边呢他呢还配了一张图片啊 这个呢显然又是赵立坚又在攻击他最喜欢攻击的这个美国 但是呢立坚呢这条微博下边呢出现了评论大翻车的状况 大家来看这个呢是曾经存在过的啊 最火的点赞最多的一些评论 但是现在呢已经是看不到了 应该呢是被立坚他自己是亲自删掉了 第一个最火的是有中国网友的问立坚 你当儿女在哪个国家留学能不能公布一下 这个呢有九千多个点赞 狗哥那是可以确定就是立坚他的子女呢 肯定不会在这个东朝鲜留学 也肯定的不会在这个俄国留学 也肯定不会去这个立坚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啊 中国的巴铁巴基斯坦去留学对不对 下边呢还有评论说这个立坚天天骂的美国啊 也是中国人移民最多的国家 还有这个又赢了啊 外交官这样天天骂街很不合适 大家来看啊还有更多 说这个我们自己就没有需要反思的吗 你上级秦刚在美帝不戴口罩跟别人谈笑风生 他这说的是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 可能是说这个秦刚在美国混这个到处不戴口罩 很不像纯种中国人的这个样子 下边呢还有问这个立坚啊 是不是华春莹的女儿也在美国 还有一位这个来自上海的网民 对这些评论呢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啊 就给这个立坚呢是提了一个很中肯的建议 说这个尖歌啊建议呢你请一个助理啊删掉一些回帖啊 因为这些回帖呢看着都是挺有道理的 怕你这个如果看多了这些很有道理的评论呢 你可能呢会被美国策反啊 这样的话呢中国呢就会少一条战狼 就会这个非常的可惜 这个呢就叫评论大翻车的状况 现在教理间这条微博下边的这个评论里边呢 他呢已经是删掉了很多 但是呢还有不少呢是留下来 而且呢还有不少中国网友呢 是继续在他的这条微博下边冲 在狗哥的印象里呢 这个呢已经不是在最近 赵立坚的微博 他第一次被清醒的这个中国网民们冲 狗哥在这说的最近呢 应该呢是在最近两三个月 在这次之前 赵立坚呢至少呢 还有一次微博被这个清醒的中国网民 大规模的冲这种状况发生 但是呢他的那条微博具体是那条啊 什么内容狗哥呢很遗憾 现在呢已经是不记得了啊 如果正在看这个影片的网友们 大家呢有知道这个情况的 狗哥呢也非常欢迎大家呢 能留言来分享一下 狗哥呢对这个事的观察 就是第一 赵立坚这个人在中国网民里边受到了对待呢 现在跟前两年有明显的区别 赵立坚他是在2020年 也就是在疫情的第一年 他开始担任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 他在第一年和第二年啊 就是前天和去年都是受到中国官媒 还有这个红狼的疯狂的追捧 他在这个中国墙里边的这个网络上 从来没有出现我像这样的大翻车的状况 但是呢到现在呢就是疫情的第三年 最近赵立坚在中国墙里边的这个网络上呢 是接连出现这种大翻车的状况 狗哥认为呢这个呢是很值得注意的 中国网民的一个变化 至少呢可以确定就是在现在 2022年啊 中国墙里边有更多的网民 开始对赵立坚这个货呢 是感到反感感到厌恶 而且呢有更多这个中国网民呢 他们敢于现在对赵立坚去公开表达这种厌恶和反感 这个呢是跟这个去年跟前年都不一样的一个状况 对这一点呢狗哥呢是可以确定 第二在赵立坚大翻车的这个微博下边的评论里边呢 狗哥呢是注意到有很多冲赵立坚的这个中国网民呢 他们都是来自上海 狗哥认为呢这个状况跟今年上海封城 他就有这个很密切的关系啊 这次上海封城期间发生的一切 都让很多这个上海人呢是清醒了 所以呢就会有更多上海网民 他们变得这个讨厌反感赵立坚 还有这个赵立坚他身上代表了东西 这个道理呢其实狗哥在最近的影片里呢也讲过 就是今年中国这一轮这个封城的状况 特别呢是这种封城对经济的巨大打击 肯定呢会让更多的中国人觉醒啊 那这一批觉醒的中国人 他们的数量到底会有多少啊 他们这种觉醒的状况会不会形成阻挡中国开倒车的力量 这个呢当然呢都是这个很不好说的 但是呢狗哥呢是可以确定 就是在今年呢已经有更多中国人觉醒 而且呢他们应该主要呢都是生活在像上海北京 这样大城市的一些中产经济层 像这次有很多来自上海的网民 他们冲这个赵立坚 这个呢就是一个证据 所以呢狗哥的建议就是 大家在接下来这一年的这个时间里边呢 要注意中国网民 中国舆论里的这种积极的变化 看这种积极的变化 会不会形成阻挡中国继续开倒车的这种力量 能形成多大的力量 那对这方面这个目前的判断 给我在最近呢也讲过啊 今天呢就不重复了 另外一个关于中国最高领袖习近平的新闻 是在前两天啊 5月27号 美国总统拜登在他的一个公开演讲里边呢 是透露了一个信息 说在前年年底 他赢得这个美国总统大员以后呢 习近平给他打电话表示祝贺 拜登说这个习近平当时在电话里边 除了表示祝贺他当先以外呢 还对他讲了另外一段话习近平说呢 在这个21世纪啊 民主体制是没有办法去持续的 独裁体制将统治这个世界 习近平他做出这个判断的原因 是他认为在现在的这21世纪啊 一切事呢都是变化的是非常快啊 很快 但是呢民主体制呢 他总是要花很多时间去达成共识 所以呢这个民主体制 他就没有能力去应对这些发生很快的变化 所以呢习近平认为在这21世纪 中国这些国家的独裁体制 比这个民主体制呢会更有优势 拜登说呢 习近平在以前跟他见面的时候呢 就讲过很多次他的这个观点 那次打电话的时候呢又讲了一次 那对这个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公开讲的这个信息 狗哥认为呢 这个呢反映出来不是拜登本人有毛病 就是这个习近平他有毛病 因为大家都可以想一下 按照这个常理来说啊 在拜登赢得大选当选美国总统以后 习近平给他打电话表示祝贺 在一个主要是表示祝贺的这么一个电话里边 按常理来讲 习近平他有没有可能会讲那段话 你在这个电话里边 对人家在民主体制里边圣选表示祝贺 但同时呢你这个又讲你们这个民主体制不行 不如我的这个独裁体制 狗哥认为呢 按照常理来讲 一个正常人啊 特别是这个一位国家领导人 他这么讲话的这个可能性呢 应该不会很大 对不对 所以呢狗哥就在想 就是拜登他当时演讲的时候 是不是对这个事他是记错了啊 是不是是这个习近平在以前 某个场合呢对他讲过这个话 拜登是记错了 他记成了是当选以后 习近平给他打电话那次讲的内容 但是呢狗哥就在想 就是像拜登这种比较正式的演讲的稿子 肯定的都是他的撰稿人提前给他写好的 所以呢 像这种稿子里边这种事实性的信息 习近平他的电话里边给拜登讲了哪些话 像这些事实性的信息呢 在这种演讲里边呢 应该是不会出现错误 除非这个是拜登 他当时讲这个内容的时候呢 他是脱稿了啊 这个内容呢当时不在这个稿子上 所以呢 现在呢狗哥是有点倾向于相信 就是习近平给拜登打的那个电话里边呢 他确实是对拜登讲了那段话啊 就是你们这个民主体制啊不行了 我们这个独裁体制呢才会赢 那从这一点大家呢 都可以进一步感受习近平啊 习主席他待人接物的风格 还有他的这个认知水平 狗哥认为呢 首先啊 你在这个祝贺人家当选的这个电话里边 同时讲这个打击人家的这段话 要不然的话呢 你就是这个不懂礼貌啊 不合适 要不然呢 就能够表现出这个习主席呢 他是超级自信 他完全不把这个拜登的当回事啊 他完全不考虑这位美国总统 他的这个感受 另外呢 就是拜登讲啊 就是从他多少年前 跟习近平开始打交道那时候起 习近平呢 就一直对他讲这个观点啊 这个民主体制不行了啊 独裁体制才会赢 他呢 是对拜登呢 是讲了很多次啊 狗哥认为呢 这个现象呢 就能够反映出 要么是习主席 他肚子里的这种观点呢 真是不够多 要不然的话呢 他也不会多少年 一直对拜登重复讲这个同样的话 同样的观点啊 如果要不是这种情况的话 就还是能说明这个习主席 他在面对拜登的时候呢 他是超级自信啊 因为他这个多少年来 他在一直坚持用一个观点 给拜登呢 去洗脑啊 要让拜登呢 去接受他的这个观点啊 所以呢 真的是超级自信 所以呢 呃这个拜登 他透露的关于习近平的这个信息 到底能够反映出什么问题 大家呢 都可以仔细的去琢磨一下 今天面开头 说了这个中国的魔渡上海 终于要解封的消息啊 上海这次封城呢 是始于于系 终于而系 那为什么 他是这个终于而系啊 不光是因为 在六一二童节这天解封 主要的是因为 这两天上海官方 他关于这次封城的两个表态 第一个表态 上海的领导说呢 上海从来没有宣布过封城 因此呢 也不存在现在所谓的解封 不能使用解封的说法 他说呢 过去两个月 上海的状态呢 叫全域静态管理 是按一下暂停键 但是这期间呢 城市的核心功能始终保持运行 所以呢 在过去两个月 上海呢 没有封城 这个呢 是第一个来自上海官方的这天雷滚滚的表态 第二个表态 上海的官方说呢 上海各个社区的居委会 是城镇居民自治组织 说这个居委的行为呢 是居民自管自治的结果 不是政府指令 下面还说呢 居委发布的信息和要求 只代表本居委和小区居民 自己的行动共识 政府不对其合法性负责 居委如果说提到这个上级有关部门要求 除了有正式盖章文件的 其余的原则上都是居委会他自己的口谕 对这种口谕政府不承认 对上海官方的这两个表态 狗哥呢 就一句话点评 完全不要脸 第一个表态 他的不要脸之处 大家都能够这个完全理解 就是上海官方说过去两个月 上海呢 没有封城 这种不要脸的程度 跟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他是一样的啊 就像俄国官方他说啊 没有发动战争 只是特别军事行动 所以呢 真的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但是呢 狗哥呢 也万万没有想到 连上海这种啊 这么凡尔赛的大城市的官员 都成了俄国的儿子 真的是这个情何以堪 第二个这个上海官方 关于居委会的表态 说这个过去两个月 所有上海居委们的这种行为 像各种封小区 不准居民出门 还有各种其他荒唐各种灾难 现在上海官方说了啊 这些呢 都是居委会跟小区居民自制 自己管理的结果 政府不负责任 那这个说法就更是天雷滚滚不要脸了 对不对啊 按照上海官方的说法 过去这两个月啊 完全就是2500万上海老百姓 在自己折腾自己 都是上海老百姓 他们自己在封 自己在各种荒唐 跟政府完全没关系 狗哥认为呢 这种说法对于2500万上海人来说 真的是一个天雷滚滚的侮辱 这种侮辱 上海人呢 应该是勇士都不能忘 好了 今天这个影片呢 就讲这么多 非常感谢 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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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